他都没有想到 现在把人家吞下去 那以后呢 当那些众生来到人间投胎为人 我们如果受这个夜暴变成畜生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来吃我们 所以佛法里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吃他半斤 还他呢 八两 在古代嘛 一斤是十六两 现在我们都统一了 一斤是十两 所以一银一卒莫非前定 做人一定要明白事理 做人呢 要常常想到众生的感受 我们如果做这个事情 对对方有伤害的 那这件事情呢 千万不能够做 所谓的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那么我们这部经的经题 已经很明确地教我们大家 每天要修什么 那现在大家在看 阿弥陀佛圣像旁边这个对联 所讲的十个字 那是我们天天要落实的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十个字呢 就是阿弥陀佛 这十个字呢 也就是阿弥陀佛 所发的四十八大愿 他老人家 真的把他 无量寄来 所有的功德 天天都在供养我们 天天都在回想给我们 天天都在希望我们大家 每天能够念佛 早一点成就念佛三倍 早一点呢 升到极乐国土 我们还在这个世间 没有处理 他老人家就不会舍弃我们 为什么阿弥陀佛 他这样子无私地 一直在照顾我们呢 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跟他是一体的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照顾别人呢 甚至于一些小孩子 长大之后 连自己的亲生父母 都不肯去尽孝 不肯尽孝 这个叫什么 古人讲叫无利 大利无道 这个在所有罪里面 是排名第一种 最大的罪业 记得在一百多年前 那个时候呢 政府还有一个 法律条文 就是假如说 这个家里的小孩 儿女 如果不孝顺父母的话 父母呢很生气 就跑到官府里面 告状 就说我这个小孩不孝顺 你把他抓起来 把他枪毙 那这个县官一听 就怎么样呢 马上派人就去抓人 抓了之后 立刻就枪毙 都不用审判的 可是听说在上个世纪 三十年代 这个法律条文就去除了 但是这个条文一去除 那个大利不道的事情 就越来越多 有这个条文 那些不孝顺的儿女呢 他至少还怎么样呢 还装一个孝的样子 现在这个情况 可以讲是 每况愈下 所以我们一定要 大力地提倡 伦理教育 英国教育 道德教育 下面是 禅宗所讲的 中门长云 参方虚聚 参方言 看教虚聚 看教言 世间一言 表般若之正见也 参禅的人 他们修行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参方 那学教的人呢 就是学习经典 无论您是参方 还是看经典 都要具备什么 像这里所讲的 参禅的人 要具备参方言 你看 跟我们眼睛有关系 学经教人呢 要具备看教言 如果没有这种本事 纵然经典摆在面前 我们看不懂 纵然善知识 给我们讲开示 您听不听得懂呢 也听不懂 像霍能大师 在这个队房里面 他的师父那天跑来 问他一句话 你熟了吗 他就回答 早就熟了 油嵌塞灾啊 你看 这师父二人的对话 旁边还有别人都听到 可是真正懂得 这个话里面 意思的人 只有谁啊 就他们两个人 那旁边的 法师居士 就算是听了 他听不懂 这叫意在眼外 老和尚还给他一个暗号 拿他那个手杖 在那个对子上面 敲了三下 什么意思 晚上山根来找我 半夜山根去方丈寺找他 做什么 我给你传法 我来给你印证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 你熟了 诸佛同修 您现在念佛的功夫 熟了没有啊 还是加深的 还是没有成熟 这就证明我们这一个 清净心还不够 那么看经书啊 的的确确需要这个看教研 不信的话 您把大章经 任何一部 这个版本的大章经 选出一策出来 您把它展开 读读看 看懂不懂 这个经文的意思 或者看呢 古大德注解的意思 明不明白 不懂啊 为什么不懂呢 心里面的杂念妄想太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 华严经后面 山才同志五十三层 他的老师 文殊菩萨 什么时候才让他出去参学呢 他必须要具备 开智慧的能力 也就是说 他要达到 至少 明心见性的这一个功夫 才允许他出去 到后面 他陆续参访了 五十三位山之士 从德云比丘开始 一直到最后 普贤普上 人家参学 是步步高深 假如说 这个山才同志 他心不够清净 没有大智慧 他是不够资格出门的 他的老师对他负责任了 那么到最后 山才同志 也是发着 跟他老师 一样的心 求生希望净土 所以说 这个眼 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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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